我叫林燦煌 来自台湾省新竹市 目前从事紫砂行业 08年的时候 资深一个人来到大陆 然后拜祭一顺为师 一开始 我对紫砂湖有个简单的了解 周边朋友们父亲都在泡茶 所以父亲也是做这个工作的 然后我就跑来这边学习以后 才发现紫砂这一块 其实涵盖的文化底蕴 各方面其实很广的 以前我只是把它当作泡茶的工具 可是现在我会把它当作 艺术品这块来做理解 来做经营这样 在两岸文化交流这一块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 14年的时候 我们也跟台湾的新竹市 也有请了宜兴本地的 智胡大师季一顺 然后跟他们工作室团队 我们到新竹市的文化交流中心 这一块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做 然后也趁现在疫情也开放了 我们也会持续地去做这件事情